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荒郊野外的坟地旁 也不要去古叉寄宿 这其中有什么说法吗? 其实 这正体现了仙人的智慧 古叉看似清幽安静 往往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 它有可能隐藏着准备截裁的土匪山贼 也有可能将杨大道躲避其间 还有可能里面有着其分为之的凶险 下面这则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 宁可艺术荒坟 不可屡居古叉的这句话所涵盖的道理 清朝年间 在北京城的后门外 有一个古叉 这座古寺原先曾是一处佛教寺庙 后来香火箭衰 来上香的信众越来越少 寺庙尘尘封泥落 激进荒谷 宣寺仅寺后有客舍三间 还算完好 但也关闭许久 无人居住 此外 整座寺庙 持有禅房一所 只依老僧主持齐 一日薄暮 天色昏黄 有位山西来惊的客舍 因为没有赶上在日落前进城 不得不来寺庙求助借助一晚 这位客舍身边还跟着位仆人 携带着行李甚多 老僧因为客舍无惠 本不想接纳 但驾住住客舍再三请求 说 此地离城还有十多里路 周围又没有村庄 日暮图远 时有不变 千万行个方便 再借一席之地 住善一宿 即便是睡在地上也没有关系的 老僧倩拒绝不了 便勉强搭议 这位僧人平日靠化缘度日 庙中并无多少吃的 但既然将客人引进寺里 还是利用厨中仅有的余粮 为这一煮衣补两人备下了一餐晚饭 待到石壁 他便打盔寺后的可舍 将主仆二人带到房中 由于房间久无人住 房内阴气逼日 举足照看似下 别无他物 只在西南角的地上扣着一口大肿 老僧已有言在先 客商也讲究不得 只好将右一项 便以草为路 以终而悟 仆人也与主 人一样 只盼尽快天明 好早的赶路 由于奔波了整整一天 二人刚刚坐下 便卷疾似睡 昏昏沉沉 就在朦胧之际 仆人忽然觉得 中祖旁边熙熙坐响 睁眼瞧瞧 在昏暗摇动的烛光下 又不见异样 被嘻嘻地声响 绞尽睡意的仆人 只觉得房内空穴更加闷人 简直没法再带下去 就打开房门 来到户外 稍稍换一下空气 当他在户外待了一会再回房时 只见主人已记无声息 笑叫主人 主人毫无反应 摸摸主人的身体 则已冰凉冰凉 仆人惊恐万分 急奔出门 并到禅房把老僧叫起 一边喘气 一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 老僧听了 也害不不已 两人互相撞打了又来客舍 燃起顺手取来的几只蜡烛 便照各处 一切均与先前一般等到天亮 老僧即将此事报告于官 县令的告 便来似验尸 虽吸心细练 也验不出半点致死的原因 而且 死者皮肤淡黄无血 也无中 读在记下 县令甚是疑惑 又将空空如也的房间勘查一遍 但房内所有 仅是一口半霉入地的大钟而已 从询问中 得知主仆二人曾靠着钟卧倒睡觉 当即命人将诸实起 只见成仙上万的 匪匪及臭虫 虫学区期间 大的居然如捧起 一种螃蟹一般 县令恍然误得客商死因 俯身查看 肥虫出入的地方 正当中度恐叫 与仆人所说 昨夜中有旁熙熙又生相合 客商因为卧睡处挡住了肥的出入口 才遭此不幸罹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